中国最适合过冬的十座城市 冬天23摄氏度左右 每座都暖到让你望穿秋裤 1.海南三亚 说到最适合过冬的城市 三亚必定榜上有名 蓝天、沙滩、大海、夜林 温暖的阳光、海风吹来 一切都是夏天的味道 2.福建厦门 这里白天均温20摄氏度以上 文艺是厦门这座城市的名片 非常适合发呆散步 安静又自在 3.云南普尔 这里平均温度15到24度 这座与缅甸接壤的宝藏小城 一年365天花开不断 是春城中的春城 4.广东湛江 它坐落在中国大陆最南端 这里明亮又复古的海滨风光 热烈的阳光 能满足每一个人对海滨城市的幻想 5.海南海口 这里冬天平均温度21到27度 是一座怀旧风的海滨城市 城中的百年骑楼 充满了南洋风情 6.四川攀枝花 这里冬天平均温度18到25度左右 这座以花为名的城市 一年四季 鲜花不败 7.云南西双板纳 在西双板纳过东 不出国门就能体验东南亚的抑郁风情 8.广东珠海 珠海是广东最浪漫 最宜居的海滨城市 是一个浪漫的百岛之市 平均温度只有21度 9.云南昆明 在中国除昆明外 再没一座城 可以被叫做春城 一年四季鲜花不断 是渡东旅居的好去处 10.福建泉州 泉州 白岩松说 这是你一生一定要去一次的城市 这里半成烟火半成仙 冬天时更是满城绿树红花 其实单是古早味的美食 就让人蠢蠢欲动 有没有们想去哪个呢